马可福音13章22-23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机其事 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耶稣预言在灾难的时候 怀孕和奶孩子的将有灾祸 要祷告使着灾难不在冬天来临 因为灾难很大 甚至如果不是因为上帝减少灾难的日子 人类将全体灭亡 不过上帝为了选民 把灾难的日子减少了 原文假基督和假先知都是负数词 表示不止一个 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 会有假先知假基督可以行神机 甚至因为神机的缘故 基督徒都被迷惑了 耶稣既然预先说了 基督徒就更应当小心谨慎 你们要谨慎 这是第三次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 显然在末世的时候 如果基督徒一不谨慎小心 就会被迷惑的 在教会历史中 每一次的复兴都会带来神迹奇事的彰显 同时 撒旦也会借着假先知 假使徒行奇事 今天耶稣再次说 你们要谨慎 看哪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末世破镜 假基督 假先知 将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进行祷告 收读圣经 免得我们被迷惑